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实验室的关于代谢组学质朴分析的技术平台 感谢中大发老师和中英社老师开办DMPK这个传统培训的分会场 也感谢主持人刚才的介绍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代谢组学质朴分析技术与应用 我主要跟大家报告的内容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会介绍一下背景 第二个方面重点介绍就是我们实验室已经建立的适合不同生物样本和目标代谢物的代谢组学的分析技术 第三个方面我会有两个应用的实力跟大家展示 最后进行一个总结和代谢组学质朴分析技术的一个展望 也就是它的研究的热点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代谢组学它研究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那其实代谢组学的研究呢一定是有对照组和疾病组 如果呢我们说拿到了一组样品只是健康人的 那我们分析完之后呢 其实我们这个代谢组学的这个意义哈 可能很难呢就是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跟疾病相关的它差异代谢物或者是相关的代谢的通路 那只有呢就比如说我们健康受制者 那我们一年一年的把体检的这个收集到的血样也好 还是尿样分辨也好 成年累月的给它坚持做下去这样的一个组学的工作 那么我们过五年过十年进行这种回顾性的组学数据的总结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发现哈与我们衰老或者我们生病相关的啊 这个就是代谢物和这个通路有可能我们发现一些诊断用的 或者是就是能够早期筛查用的一些那个标志物 但是无论如何呢代谢组学的研究它是一定是有一个比较的 如果说只有一组的这样一个哈那个样本 然后我们是无法进行我们想要得到的关于就是生物标志物也好 是这个疾病相关的代谢的途径也好是很难的 因此进行这个代谢组学研究的呢一定是有一个对照组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把它叫一个疾病组或者亚健康组 或者是同一个疾病的不同的分型 那么一定是在这个临床诊断指标哈就能够区分 我们拿到的数据在临床上的一个差别的 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组学的这个代谢组学的研究 那我们就会发现变化的代谢物以及代谢的通路 然后把这些变化的代谢物和代谢通路 与这个生物学的功能和疾病能进行关联 那我们就发现了可能会用于临床诊断 或者是这个早期的筛查或者是药物的预后的评价 那因此呢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代谢组学研究 我们其实我们整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想发现跟疾病相关的这些通路 以及可能引起病理变化的这些代谢物 从而呢我们发现能够诊断用的生物标志物 然后发现可能潜在的这种致病的把点 最后呢实现一个个体化的精准的这个用药也好 治疗也好 那么总之呢是一个精准的医疗的一个目的的实现 这个呢就是代谢组学研究的一个作用和目的 那我们通常呢其实我们机体不管是一个细菌也好 或者是一个动物那个机体啊 还是我们人的机体也好 那我们主要的代谢的网络呢其实是四大代谢 这四大代谢呢跟我们的生命活动呢密切相关 首先蛋白质代谢 那么质代谢糖代谢 这个呢跟我们的功能是那个能量供应是非常关系 那个关系密切的同时呢和糖质代谢和一些代谢性的疾病 有密切相关 还有就是核冠酸代谢 那么这个和我们机体的DNA RNA的这种新陈代谢密切相关 所以机体的主要的代谢的网络从大的角度来分呢 就是那个蛋白质代谢 这个和很多的内源性的这个氨基酸相关 脂代谢 那么还有糖代谢 还有呢就是这种核冠酸的代谢 所以呢代谢组学的研究呢 就是要去利用各种的分析技术的手段呢 去那个描绘哈 这几大代谢它在体内的这些内源性的代谢物 比如说蛋白质代谢 设计到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氨基酸 那脂代谢就设计到各种类的哈 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种钙油三脂啊 磷脂啊 还有一些翘脂啊 那个糖脂 那么糖代谢呢 就是我们熟悉的哈 这种那个各种的这个就是三酸循环呀 糖酵解呀 磷糖物酸毒 那个就是那个物糖的这些代谢是吧 再就是这个核甘酸的代谢 是我们也是一些条铃啊 密定呀 这个是和我们这个也是 那个 我们的那个疾病啊 还有我们新陈的代谢密切的相关 那目前代谢组学研究的手段呢 除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种色谱 质谱的手段以外呢 上还有这种色谱啊 核磁 核磁的手段 还有呢 就是这种成像的哈 比如说毛底套普 还有就是这种专门的哈 就是那个 把这个 离子化的部分给它换成一个能够成像的这么一个装置 是吧 Dart呀 什么 这是DESI一系列的哈 就那个呢 进行这种质谱成像的代谢组学的研究 所以现在呢 在这个代谢组学的研究呢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其实都是非常的热点的 因为呢 在临床上哈 嗯 大家都去积极的就是建立了这些各大医院的这种样本库 那么这些样本库呢 就把很珍贵的这种临床资源呢 全部收集在这个库里 因此呢 这些样本库里的样本呢 有血液尿液 还有一些组织 呃 但是呢 这些样本哈 它都是伴随着临床的这些诊断指标 呃 检测 然后呢 那个 就是保存在那个样本库里的样本 能够提供给我们代谢组学研究的这个 那个样本呢 其实都是微量的 因为我们代谢组学也离不开临床的 传统的经典的疾病诊断的这些指标 因此呢 就是 呃 我们往往跟我们联合哈 进行代谢组学研究的 那个就是合作者哈 医院方面的合作者 呃 往往是跟我们说 我还得去做其他的这些那个 检测指标 然后呢 剩余的部分才能够进一步探索这个组学 呃 代谢组和蛋白组的 因此 其实对于代谢组学的研究人员来说呢 我们的样本呢 是微量的 样本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呢 那对于代谢组学的这个呃 研究来说呢 哈 我们就得去面对微量的样本去开展这样的研究 那对于代谢组学研究的策略来说呢 目前呢 呃 就是有非靶向代谢组学和靶向代谢组学 那么最早呢 大家还有争议 就认为非靶向代谢组学呢 它是全部代谢物的一个分析检测 然后从全部的那个检测当中呢 去发现差异代谢物 然后发现可能和疾病或者药物治疗相关的这种代谢的通路 然后解释这些那个可能作为马克的这样的生物学的意义哈 然后用于临床 那那个呃就是认为呢 就是说我只有全面的分析了代谢产物 我才可能发现这种那个跟疾病特别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差异代谢物和通路 那因此呢 最早呢 其实非靶向代谢组学的人和靶向代谢组学的人上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有分歧的 那么靶向代谢组学认为呢 是我针对的这个要分析的代谢的代谢物 它的代谢通路的生物学意义是明白的 代谢物的生物学意义也是呃 那个诠释了的 因此呢 我能够准确的哈 定量这些代谢物的这个变化 然后呢 从而呢 就是能够解释疾病和这变化的代谢物 以及这个代谢物变化的 它是如何调控这个通路的 我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但从现在来说呢 因为我们的仪器啊 那个就是它 无论从它的分析的通量啊 还有它的灵敏度来说呢 都有很大的这个提升 特别是就是这个色不止谱的这个技术 因此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是哈 不再争论到底是非靶向代谢组学技术好 还是靶向代谢组学技术好 现在更多的是从非靶向到靶向代谢组学进行研究 也就是我先全面的进行非靶向的一个 那个研究 那我发现了跟那个就是 我的这个研究的这个 呃 临床的样本也好 还是动的样本也好 我发现这个差异代谢物以后 我针对这些变化大的代谢物和通路呢 我进行一个准确的靶向的一个定量的分析 呃 因为现在的仪器呢 已经能够那个就是 达到这样的一个那个要求了 所以基本上现在从非靶向到靶向呢 呃 是一个代谢组学平台哈 一个就是大家都能够这样去做的 也是一个策略 那对于代谢组学研究的哈 常用的这种色谱植谱技术呢 如果从非靶向代谢组学来说的话嘛 可能这种飞行时间那个 直谱 然后还有就是四级感串联飞行时间直谱 当然还有就是说像这个 呃 非靶向来说呢 都用的是高分辨的那个质谱 因为非靶向是 那个想把全部的代谢物呢 尽可能的去分析 然后呢 获得它的信息 对差异代谢物呢 要进行一个准确的结构的一个鉴定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高分辨的这个质谱呢 更有优势 那对于靶向来说呢 其实更多的是把这个 非靶向已经明确的和疾病 或者是和某个药物的药效相关的 这些代谢物呢 进行准确的定量 因此呢 这种四级感的串联的离子井啊 三重四级感 呃 这个质谱 也就是灵敏度高的质谱 还是一个优选的 因为它灵敏度高 虽然它不能够获得 呃 那个就是 呃 那个高分辨的那样的质谱 对吧 精确的这个质量数 但是呢 它的灵敏度是非常高的 特异性也好 呃 因此就是说呢 呃 一般情况下都会把高分辨的这个 呃 方法转移到这个 三重四级感 或者四级感 那个串联 离子井的质谱上来 来这个更准确哈 黎敏的去进行这个 把相代谢组织的一个研究 当然了 现在其实高分辨质谱哈 啊 那个灵敏度也在不断的提高 因此呢 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高分辨的质谱上 也实现这个 一个准确的定量 呃 对于那个就是 黎敏度要求不高的 体内内原性风度 比较高 在西方来说呢 高分辨质谱呢 也可以对它进行定量 但是对于一些 比如说皮膜级 纳膜级这样的呃那个就是呃 呃内内原性的这个风度 比较低的代谢物来说呢 可能还得把它转换到哈 方法转换到这种 那个串接的这种 低分辨的质谱上来 来提高方法的这个 敏敏度和特异性 这样的话才能够分析到 样本当中这种低风度的 啊代谢物 这个就是这个 那个色不植物的技术 呃 对于我来说 我一开始就说哈 那个能够供我们分析的 这个临床的 特别是临床的样本 就是动物的样本 还好哈 就是临床前的 对于临床样本来说 能够 嗯 拿出来还在进行 这个除了临床经典的检测 生化指标之外呢 能拿出来做 组学的样本的 往往是微量的 所以呢 我们又得进行一个 从非把相到把相的 一个定量代谢组学的研究 哈 然后在这个样本当中呢 呃 这个代谢物的风度相差 1000倍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纸质类的这个 呃 钙油酸质 它是V V母儿级的 然后到那个 呃 那个 翘纸 它是 就是纳母儿级 甚至P母儿级了 同样是纸质 那它相差是1000倍的 这个风度 所以说呢 就是样本又珍贵 然后这些代谢物的风度 那个动态范围又这么大 所以呢 就是给我们的挑战 还是那个 非常非常的大的 但是最终呢 对于生物标注来说 最终还是要 那个进行一个 打相的呃 代谢组学研究 才能够哈 呃 那个 应用到这个临床的 临床上去 我们不能说用个定性的方法 来去 用到临床上 把它作为生物标注物 来用于这个 疾病的诊断呀 还有就是这个 预后 预后的判断 药效的评价 这是不行的 所以你看我们 现在的新神筛查的试剂盒呀 还有其他的一些 那个就是 临床用的 IVD的试剂盒 只要用到质谱的方法 基本上这个 IVD质谱呢 呃 那就是在进行代谢组学研究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哈 就是我们呃 不能说 哎 你给你拿来什么样本 我就给你分析什么样本 我们一定要那个置入到前端 因为其实做代谢组学呃 很辛苦哈 但是往往呃 可能会跟给我们提供样本的这个合作方呢 呃 发生度愉快 在于什么呀 就是我们分析了半天 最后呢 组件没有差异 一开始有差异 后来又没有差异 然后呢 就是这个结果呢 不稳定 因此我也遇到过 很多医院的人跟我说说 不想再做代谢组学 因为那个重复性太差 但其实有一个环节 如果控制好的话呢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样品的采集 因为样品的采集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是由医院合作方来跟我们来进行 那个由他们来操作 然后我们来接受样本的 但是呢 为了那个就是保证哈 双方合作的这个愉快 然后得到满意的结果 我们是要跟合作方来沟通的 首先要明确 他让我们分析的对象 他关注的对象 比如说是非把相 但是他特别关注什么什么 代谢物的时候 那这个代谢物 他稳定还是不稳定 采集的过程是 立马就要那个弄到负八时呢 还是可以放在室温 然后那个室温20小时之后 再进行处理 再提供给我们呢 这些要明确 像我这说的哈 就是这个S1P 这个代谢物 那他其实你采集之后 你如果不立马进行这个 那个就是 腐八二毒动存 那这是S1P 接着进行代谢 那这时候S1P的身高呢 和疾病没关系 你采完血以后 他一直都在代谢 那他的水平不能反映 当时采集血液的时候 这个人体内 他的或者生物体内 他的一个水平 那你发现组件差异的时候 其实是和你样品的 这个室温放置 这个处理的时间的长短 是密切相关的 它是时间处理 和你方法的一个标志物 并不是一个疾病的标志物 那对于这样的代谢物 其实是挺多的 好多的脂肪 它有很多的这个双腱 不保护双腱 它都是容易变的 包括一些脂肪酸 脂肪权类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跟合作者明确 就是应该怎样 那个采集这个样本 然后采集完了多长时间 必须进行液氮的冷冻 然后长期保存放在 复发热度 甚至样品处理的时候 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 也要注意 是不是在四度的这个情况下 解冻在冰域上进行处理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我们要关注 内源性代谢物 它本身结构的特点 和它的这个稳定性的问题 以及化合物之间相互 内源性代谢物之间 相互代谢转换的问题 使得 然后把控每一个就是环节 然后才能使得我们的结果 真实的反应 和疾病的这个相关性 而不是和我们 本身样品处置的 这个成为样品处置的 一个BioMarker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注意的 而往往呢 我们做代谢组织 刚刚入门的人呢 都不太注意这个样本的事 也就是你来什么样本 我就做什么样本 那其实这个 尽管我们可能 分析方法没问题 我们的一切很好 但我们的结果却不能用 既浪费了临床的资源 也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成本 所以这个样品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再就是对于 这个代谢组织来说呢 其实呢 我这整个一个代谢组织 我画了一个流程 那首先呢 其实代谢组织 现在可以分析的样本 是非常的多的 包括血液组织 然后包括那个头发 我们都分析过 和脑出体瘤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做过 它基础水平 对吧 和那个脑出体瘤的关系 包括尿液 唾液 还有一些 那个培养的细胞 都是可以做的 那么前处理的方法呢 我们要根据自己分析的 目标代谢物的这个特点 来进行这个优化 比如说液液萃取 纸质 还有一些 那个我们 那个 要用这个 锅像区取 再就是一些风度 内元气风度 特别低的代谢物 可能我们要用一些 演成化的方法 比如说 代谢绿呀 基拉的P呀 还有一些 这些那个 标记的 演成化实际 同位素的 都可能都会 那个涉及到 这个呢 就要 充分的文献的调研 根据自己的目标 来设计 这样一个前处理的方法 那对于代谢组织研究来说呢 有色谱直谱的方法 那么还有说的刚刚的方法 就说什么呀 我不连色谱注 直接进行这个 一个就是 支谱的分析 包括离子坦度的支谱分析 Modi这样支谱的分析 还有呢 支谱成像 现在也是 非常的这个 热门 所以呢 就是那个 支谱数据的这个采集 和分析的这个技术 现在还是蛮丰富的 那数据的这个 处理呢 我们有定性的 有定量的 但是不管定性的 和定量的 都 我们实验室 都是放了QC样本的 如果QC样本呢 表明哈 已经这个 那个结果不能用了 那么 那个这个结果就是不能用 不能说我定性的 我就不放QC了 而定量的放 这个不是 是一定要都放QC 来保证你分析过程 是一个 那个在一个 你可接受的一个波动范围之内的 表明你 不仅要对仪器进行QC 还要对你前处理的 这个方法 前处理的过程 要进行QC也就是保证你从前处理到这个上级分析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个再就是呢 这些定性和定量数据分析完了之后呢 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生物学意义的一个生物生性分析 就是生物学的一个统计分析 来发现那个差异的代谢物 然后可能的 就是那个和疾病相关的代谢的通路 或者是跟药物相关的这些通路 然后去寻找潜在的这种标志物 或者是药物的研发的一个把点 那总之呢 就是组学的数据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代谢组学的 那么后续的这个分析呢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整个流程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下面我就讲一下我们实验室 适合不同生物样本和目标代谢物的 一个代谢组学分析的一个技术的研究 那首先呢 我给大家呢 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 我们从非靶相到靶相的一个指示组学 指护分析技术的研究 然后呢 基于这个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基于微量的样本 进行代谢组学分析技术的建立 再就是呢 跟大家看一下 低风度代谢物 如何进行分析技术的一个探索 来实现对低风度代谢物的 一个那个定性和定量的一个组学的研究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呢 其实这个目前 每个实验室 只要有这个高分辨的指护的话 都可以实现一个 从非靶相到靶相的一个 那个定量 那么那个就是这么一个 代谢组学策略的一个实现 尤其像那个你实验室 是同一公司的 比如说是仪器 你那个高分辨的质朴和你 这个串接的高灵敏度的低分辨的质朴 如果是同一个厂家 那么这个同类仪器的这个质朴参数 比如说高分辨的这个准分子离子和特征的碎片离子 转换到这个串接的高灵敏度的这个三重四级杆质朴上的时候呢 是很容易转换过去 因为是同一家类型的嘛 它电离的这个离子源呀 离子传输管的这个材料啊 温度啊 电压呀 都是比较一致的 就比较好转换 那像我们呢 我们是 那个用的是安杰伦的Q-TOP 然后我们又有安杰伦的这个三重四级杆的各个类型的这个 就是质朴 所以我们转换起来非常的这个方便 那么首先在这个Q-TOP上 高分辨质朴上呢 进行一个代谢股的全面表征 然后尽量的把这个能鉴定的代谢股呢 进行一个充分的鉴定 特别是这种组间之间的差异的代谢股 那对于这些 那种各种数据库啊 然后进行一个这个代谢股的这个鉴定 那么对我们感兴趣的啊 这种差异的代谢股呢 把方法转换到三重四级杆质朴上 然后进行准确的这个定量 同时呢 我们就说呢 不同的样本啊 我们会 那个就是 进行不同的这个 就是方法的一个考察 因为不同的样本呢 它的好多的这个化合物特的风度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认为说 哎我能分析血浆的样本 就一定能够分析那个组织 有时候你发现 其实能分析血浆的这个样面 可能分析组织的时候呢 那个可能很多的时候 它的这个高风度的 动态范围的这个化合物是不一样的 那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抑制的这个效应出来 所以应该针对不同的这个样本来 那个扩增哈 就是你那个非把象那个目标的这个 检测的这些代谢物 然后呢 这样的话 针对不同的生物样本的时候 你把象的定量的这些代谢物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而不是说 我有了这样一套方法之后呢 我就以不变 另外万变 所有的样本都这样去分析 那实际上是会出现了一个偏差的 因此呢 我们建立的一个是一个动态的 非把象到把象的样子 组织分析的这么一个策略 我们高分面那个就是采集到的数据 我们都会利用一切 那个有的内嵌的一个 SignLip的这个软件进行一个 那个纸质的鉴定 同时也会用就是 公开的 大家都可以用的这个 LipMath Database和这个MathLink 这个Database的里面 纸质的这些 就是支付数据吧 一级 就是一级的和多级的来进行 相互的 那个就是来去看 是不是这个坚定的 对不对 这类那个纸质 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 那个就是 一个从非把象到把象的 这么一个过程吧 就是要充分的利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库 来尽量的准确的鉴定这个代谢物 当然这些代谢物也会通过那个能够获得的标准品进行确证的 因为后面你还要进行把象的分析标准品你是离不开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分析的一个策略吧 那么整个的分析的流程是这样的 其实在一开始呢 你那个建立你的这个发合物列表的时候呢 还是不是说我就进一次样 我就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分析 不是的 首先比如说我们提取了 按我们优化完的方法 我们提取了这个值 我们首先是采集它一级的钢面数 那个质补数据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特征锋的一个提取 也就是说我们要避免假阳性的这种结果啊 就是你提到了一个假的话 其实它并不是你想 那个你关注的质质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用一级钢面数据呢 就和LeafMap这样的 还有SimLiquid 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挖掘 就说什么样 我看看它到底是大概是哪类值值 比如说是甘油三值 还是甘油二值 还是这个甘油零值 还是这个翘值 然后呢 我们进行那个就是一个 第二次一个进样的一个分析 那第一次刚 我已经知道它确实一个值值了 那它一级钢面数据 我也是知道了 那这时候我就针对这个列表呢 就是那个进行它二级的 它给它的一个二级数据的一个采集 那么这时候二级数据呢 我们采用不同的这个电压 也就是要得到它充分的一个 二级数据 从低的这个碎裂电压 到高的碎裂电压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那个 那个碎片的这个支付信息 这时候我们就用SimLiquid的这个软件呢 对这个就是把这些化合物的 那个它的二级碎片 和SimLiquid里面的这个碎片 包括一级二级碎片 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一个比对 然后来去鉴定 就是那个这些指质 这时候呢 我们就给这些指质呢 就形成了包括它的保留时间 和它的这个支付的数据 还要鉴定到这化合物 就形成了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就可以把它导到一个 那个就是三重CGAR支付上去了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是同型号的一级 有了这个列表 我们有了它的一级钢面的 那个准分子离子 我们有了它很多的这个特征碎片 因为不同的CE电压下的碎片 我们都是有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些都整理好之后呢 就很容易到到这个 就是三重CGAR上面去 那么就可以进行尽量的分析了 那你这一套 有方法和这个流程 你分析的血浆 那么你就可以进行 血浆的这个指质组织的 从非靶相到靶相的研究了 你如果是组织样本 比如说心脏啊 或者是肝脏啊 那你就分析心脏和肝脏 总之呢 不同的生物样本 你还是要去仔细的 去走一遍这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那个进行一个不同的样本 那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法 一个设置 才能保证哈 你这个分析的这个结果哈 是可靠的准确的 所以一开始建方法 其实是一个比较那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啊 时间比较长 但是我觉得这种努力呢 是值得的 因为一旦你把方法做好了 你分析的样本 临床来了以后的样本 动则就是几百个样本 有可能常年分析都是几千个样本 上万个样本都有可能 但是呢 你却能够常年的保证一个准确可靠的结果 而不是说最后临床大夫的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说神出鬼没的这些数据 一会儿这个差一代谢物是A 一会儿差一代谢物是B 是吧 对我们的一个充分的不信任 所以我觉得为了保证这种合作的愉快 除了我刚才强调的样本 我们要把关 那其实这个分析方法 我们要仔细的去建立 要给它那个什么 使得我们这个方法是经得起 不同批词的样本 和常年累月样本的这个测试的考验 那看一下哈 就是说我们怎么那个 就是建的这个色谱植物分析方法 那最早呢 我们是用一个碳8的色谱植物来建立了这个 值得分析方法 后来呢我们那个发现这个碳30色谱柱呢 对这个值类化合物有更强的保留的能力 特别是这举了个例子 比如像钢油三纸啊 这个三条链加起来是52个碳那个那个长度 然后有两个不饱和的一个双键 然后它其实同一构体有五个 那最早呢我们如果用碳8的这个柱子的话呢 其实是不怎么分得开的 只有两个大的分叉 但是我们用了这个碳30的柱子的时候呢 我们看哈这五个同温一构体它居然分开了 那同样的呢 其他的这个零纸类哈 LPG它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能够那个把同温一构体分开的 那同温一构体分开有个什么好处呢 我们能获得的二级植补数据呢 就更能够知道啊 是这个那个呃 那个搜捕风它的二级植补数据 它的特征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鉴定它的结构的时候呢 更更可靠更有把握 因为我们获得的它的这个一级高面数据和二级高面 那个植补数据是更内什么了 更可靠了 干扰更少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有效特征风的提取 那我们呢 就是用了这个仪器哈 带着这个ProFounder这个软件 它有一个特征风提取的功能 也就是简称就是MFE这个功能 我们提取特征风呢 设定了这个标准 第一呢 必须可以反提准分子离子风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色谷风 而不是反提的时候 我们看不着这个色谷风了 还有就是说这个提取到这个色谷风呢 它包含了同位素 那个风也是对的 合理的 再就是呢 有些化O可能它有M加呢 M加甲 M加这个甲酸 加乙酸 其实这个最合物的风呢 反倒帮我们更加确证啊 它不是一个假的阳性的风 假的这个风 而是一个真正存在的是一个化合物的风 然后呢 我们就是说 那个我们怎么确定哈 就是我们的色谷条件是 这个T度洗脱程序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植谷条件 也是那个 比如说哈 它的物化的干燥气的温度呀 还有这个电离的电压是最好的呢 我们是按照这个特征风的数量来确定 比如在正理模式下 我们就比较哪个条件下呢 色谷条件 植谷条件 它的特征风提取到了最多 比如说正离子 我们提到15000个 这是最多的 然后复理子我们提到2400多个 比相比较 某个就是现在列出来的这个色谷和植谷条件 能够提到特征风是最多的 那我们就确定这样一个色谷条件和植谷条件 作为最佳的色谷植谷条件 那在我们确定的这个色谷植谷条件之下呢 我们最终呢 是在这个血谷条件当中呢 我们那个就是鉴定出来965个这样的脂质 那么这些脂质包括的种类比较多 包括就是这种低风度的那个翘脂 然后那个包括就是这个脂肪酸 是吧 胆固醇指 然后甘油二指 零指 还有这种那个 零几仙基醇 是吧 这个指 还有这个零质仙胆碱之类的 这都是有的 甘油三指 那我们在脑里头也发现 就是各类的这个指质 那么712 这都是大数大 血浆和这个脑组织 对于这块和我的鉴定呢 刚才说了 除了用用那个Symlip的这个软件啊 我们还 因为这个Betlink数据库当中呢 它有很丰富的 就是标准体做出来的 纸质的二级的支部数据 所以我们把我们采掉的二级支部数据 这个是那个PE 这是PS 然后呢 我们跟那个这个Betlink里面的数据库呢 进行了一个对比 那么只有这些特征的那个 二级碎片都对上了 我们就可以确定 它就是这样 这样 就是这个 这个PS 就是这一个 那个两个碳链 一个是碳链 是16 一个碳链20 然后那个下面这个碳链 有四个双键 那就是它 我们就是这样的 就是要充分的对自己 鉴定到了这个指质呢 要那个什么 就是给它多一个数据库的 数据进行比对 使得更可信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呢 就是我们 表证了这个血浆和脑组当中的 各类的指质 也发现了各类指的这个 规律 其中呢 这个 这个 铁指 它是那个最先出现的 然后是甘油磷脂 然后是这个甘油脂类的 也就是说这个 它的指容性越大 越不含氮的那类的呢 它保留时间越长 在这个碳30度上 那同时呢 同一类的这个法核物呢 它是根据碳数 那个保留时间和它的碳数 有相关 它的含的碳数越多呢 保留时间就越长 所以呢 我们可以建立这种 医术性的关系 进一步来那个鉴定 就是我们大类里面 小类 它们之间的这些 法核物可能是什么 除了数据库的数据 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 保留时间的这个关系 来那个和结构的关系 保留时间和结构的关系 来进行进行进一步的这个鉴定 也就是一定要仔细的去 核对自己的这个数据 发现这些规律 那这个呢 就是钢面植物数据 采移到了这个 一级的这个数据 就是准分子粒子数据 和那个特征的碎片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方法 转移到这个三层四级杆上去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定量 那我们是能把买到的对照品呢 都进行一个就是分析吧 然后同时要有各种类型结构的 这个内标 就是标记的内标 同一属标记的内标 像这是脂肪酸的 这是那个甘油脂类的 这是甘油磷脂的 这是这个就是翘脂类的 那我们都是那个 就是能把它得到的对照品吧 尽量都进行一个就是分析吧 然后我们呢 把就是那个好多 这其实检测到的呢 刚才说了血浆也那个900多个 脑组是700多 其实好多都是没有对照品的 有对照品的数呢 也就100多个 那我们就根据结构的类型呢 带入同类的 结构的这个 有标准品的 这个标准曲线当中呢 进行一个相对的一个定量 那我觉得有一个相对的定量 总比去不定量 它按封面积更有把握 所以呢就是能够准确定量 就准确定量 能够相对定量的呢 我们就相对定量 这是第一部分 跟大家分享 第二部分就是这个基于 微量样本的代谢组学分析技术 那我们也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了 可能往往医院送给我们的样本 不是100卫生就是200卫生的 所以我们自己呢 建立了100卫生的血浆和组织云浆液的这么一个分析方法 那么在这个 云浆液和组 就不管是血浆和云浆液吧 我们进行了一个一开始的一个就是就把这个内标加入 也就是我这个内标呢 从一开始提取的时候就已经随行在这个地方了 因此这个内标如果有分析的时候 有这个异常情况的时候呢 上午是能够发现 我提取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出了问题了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方法 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就是混合溶剂的 就是甲醇和这个甲力输丁尼1比1的一个混合溶剂呢 进行一个提取 然后提取沉淀保留了溶液的部分 这个溶液部分呢 在拿甲力输丁尼进行萃取 这时候呢就分了上层的和下层的水项 下层水项用于这个极性小分子的这个 那个代系组织研究 上层的呢是指纹性的这些纸质在上层 那就把它呢用于这个高 风度较高的这些纸质 比如干油磷脂 干油脂 那个翘磷脂 还有风度较低的 这个翘脂组织的一个分析 我这所列的呢 就是极性那个小分子代系物呢 它是一个方法 那么高风度的指质是一个方法 那么翘脂的 我们为了更多的分析翘脂 我们翘脂也单独呢建立一个方法 因为如果把翘脂和高风度的这些 灵脂干油脂类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那个就是掩盖掉这个翘脂 使得翘脂的这个分析呢 就比较有挑战 定量的准确性和发现的种 那个化合物的个数也会少 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合作的方法 非常感兴趣翘脂的时候 我们就会单独的用翘脂的方法 进行这个测 如果他不感兴趣翘脂 我们会问 那么他们 那我们就用我们总的那个方法做就是了 这个就是我们哈 就是一份样本 没有任何的浪费 除了把蛋白沉淀完了以后 那么里面有的哈 让急性的那个小分子还有这些那个纸之类的 全部进行一个组续的研究 因为临床样本很珍贵 也不可负得 非常的稀缺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尽量的把一个样本呢 能够获得的这些代谢物的信息呢 都给他获得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实验室建的哈 就在这个Qtop上建的一个纸类的分析方法 是一个碳三石的柱子 那么急性化合作的这个方法是在一个 安修士的这么一个Helic的一个柱子上 进行一个分析 那我们也哈 就是各类的 不管纸质的代谢物 有125个还是这种呢 那个小分子代谢物有125 还有各类的纸质的代谢物 都进行一个随形的标准取权 和一个同一素标准的内标 来进行那个标准取权的建立 然后呢进行一个就是 检测到的这些 代谢物的一个定量 或者相对定量的分析 这个呢就是说那个什么哈 我们那个 进行的哈 就是这样一个研究吧 就是我们都看到哈 就是我们也是哈 定量的就是用的是大鼠的一个 什么吧 大鼠的一个样本吧 这是纸质的化合物 分析 雪橡当中分析到426个 然后急性的也是我们可以 那个准确的定量125个 因为是有那个标准品的 但其实我们那个正离子和负离子的库里哈 正离子呢能鉴定1176 和负离子是1081个 但是呢有对照品的是这125个 能够准确定量的是125个 其他结构类似的呢 我们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定量 再就是第三个部分哈 就是我们对低风度的代谢物的分析技术 也进行了一个探索 我们知道脂质哈 除了大家知道的这种甘油脂 甘油磷脂 那个还有翘磷脂吧 就是说那个 它的这个风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在血量当中是可能是微克级的这样的水平 但是很多的像脂肪酸呀 还有一些那个载体类的哈 激素类的 还有那像那个神经心胺类的 它的其实在体内的风度很低 就是一个纳克级的水平 或者匹克级的水平 而且这类只是呢 它本身的离子化又非常的这个困难 因此检测呢 是那个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针对这个脂肪酸 还有这个脂肪权 还有620万酸 这都是在体内是一个 纳克级匹克级这样一个水平 我们就是用了一个 那个三禽类的这样一个衍生化湿剂 然后呢 它呢可以对它们呢 进行一个就是衍生化 同时呢 我们用的是一个同位素稀释的方法 也就是衍生化湿剂 给它这个蛋呢 都弄成一个就是蛋标的 然后就是同时进行这个衍生化的 同位素标记的湿剂的一个衍生化 和未标记湿剂的一个衍生化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 就是这里很好的一个 就是一个识别 而且呢 我们根据这类化合物呢 还实现了一个 就是一个自动的一个软件的识别 因为我们是用的 同位素稀释的这个方法 那么同位素的 衍生化的试剂和非 那个衍生化 同位素那个衍生化试剂 和不是同位素衍生化的这个试剂 进行同时的一个衍生化 然后把这个样品铺在一起的时候呢 正好这些 所有的这个 能够标记的脂肪酸一号 脂肪权炎一号呢 它在色谷上正好有一个 差异的一个 那个就是质量数 和一个差异的保留时间 我们利用这些性质呢 建立了一个软件 能够很快的去识别 这个脂肪酸脂肪权和类二繁酸 然后我们对 有那个对照品的呢 我们还能够进行一个准确的定量 对于没有对照品的呢 我们可以进行同类稀释的这种 那个比值的一个相对的定量 来发现这种差异的代谢物 这个呢 就是我们实验室建立了86个撬指啊 然后有对照品的 这个低风度撬指的一个 和我的一个 三出四地尔的一个分析方法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撬指非常感兴趣 我们对撬指要进行一个 准确定量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定量的一个 专门的分析方法 如果说撬指呢 不是那么特感兴趣啊 然后 那个我们就按照我们 Qtop上的一个方法 来进行一个 那就定量的这个 撬指的数量呢 就达不到86个 还有就是我们 那个建立了一个激素的一个 分析方法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是一个激素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代谢通路 那激素 它那个 衍生化肠的 是就有 减拉德P和单线率 但是激拉德P呢 只能衍生化一些 那个激素 并不是说 所有激素对它都能够 进行一个反应 也就是说激拉德P 它衍生化的是一些 含这个汤基的这样的 那个 那个 就是 那个激素 那么单线率呢 它用 那个什么 就是说 衍生的这个呢 是带分枪基的 一个是含汤基的 一个是分枪基的 所以呢 在这个整个激素代谢网络当中呢 吉拉德P 衍生化一部分 这个激素 含汤基的 那么单线率呢 它是衍生化这种 具有氧化性质的 这种含分枪基的 这个激素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 两个蓝色的哈 两个演成化石剂 都能够演成化的 为什么呢 这类演成化石剂 既含这个分枪基 又含这个汤基 所以呢 它两个演成化石剂 都能 那个什么 都能够反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 想要整个网络 看激素的 它的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就 鱼和熊掌 似乎就不能兼得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 那个通过 前期的研究呢 就发现 其他德P的代谢产物 是稳定的 而单线率的代谢产物 是不稳定的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利用这个 我们先把 带那个样本 和这个吉拉德P反应 然后我们进行进样 这时候呢 其实这个反应产物 已经反应好了 然后我们进完样之后 就让它进柱子 进行分析去 这时候柱子呢 正在干活 但是这个进样法 已经开始 停在那个地方了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再进一次样 然后把这个 演成化石剂呢 进行再现的 演成化的这个反应 也就是说 吉拉德P的代谢产物 从柱子上 刚分析完 然后我们紧接着 就把在线 单线率演成化的 这个那个就是 反应产物 给它再加样到 这个柱子上去 就是我们巧妙的 用了一个 布禁式的一个 这样一个 一个是先演成化 实际加进去 因为它代谢产物稳定 一个 把它的代谢产物 让柱子去分析的时候 这时候 静氧环 静氧阀是 那个空档期 那这时候让 静氧阀呢 进行一个工作 就是再生演成化 和那个 就是把这个样本 再进一次样 和这个 单线率 进行再现演成化 然后 吉拉德P代谢产物 在柱子上分析完了 那么紧接着 我们就让 单线率的 激素演成化产物呢 再上样到柱子上 进行反应 我们在 看到的色谱 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这个 方法很巧妙 然后呢 把这篇文章 也发在了AC上 其实是用的是一个 很老的仪器了 安静伦的 1100的 很老很老的仪器 但是我们 经过这个 思考吧 就由五彩生 和王彩虹 两个人 商量的一个 很巧妙解决方法 所以在我们实验室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 基于微量样本的 代谢组织分析的平台 我们呢 就是说 把这些代谢物呢 按照它的风度 来和极性分类 比如说高风度的指质 我们会专门 有一个方法 低风度的指质 翘脂类有方法 那么极性脚分子化 合物是一个方法 那么同时呢 这些 如果我只是 指尖扎血 实微生的样本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脂肪酸脂肪权 类二蚕酸的反应 我们就用的是 那个三勤类的 眼神化尸体 进行一个 那个反应之后的 三勤四眼的分析 所以我们有系列的方法 来跟我们合作者商量 我们应该用哪个方法 还是我们就用一个 Q-TOP的方法就行了 还是说我们 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要再进行一个 专门的一个方法的分析 所以不要认为 组学呢 它只是一个方法 组学其实是 你要考虑 它在体内的风度的情况 你样本的情况 要进行一个 仔细的分析 来用 那个系列的方法 去实现 我觉得还是很 那个什么 很值得的 像我们这个 三勤类眼神化的方法 其实我只需要 实微生的样本就够了 就只见血就能分析 我要强调 就是说 尽管是组学的方法 但是我们也要 对这个方法要讲究 就是我们对 它的线性范围 定量线要清楚 线性这个相关系数 也不能太差 然后准确度 机密度呢 我觉得也要控制 就是 你是机密度控制在15% 然后准确度呢 70%到130% 还是80%到120% 我觉得各个实验室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可以去定 回收率呢 我认为呢 也不能太低 而且必须恒定 另外呢 就可以有机制效应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就是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要用机制标准曲线 来进行结果的一个计算 再就是这个 那个方法的稳定性 也要进行考察 而不是 并不知道哈 然后就是冒失的去做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们样本太珍贵了 那 那就等于就是 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的 再就是我们要有 随性的标准曲线 结果呢 要 要搅 比如说用的组于样本 你要用那个蛋白或者磷来搅 你用的尿样呢 你要用你机干 或者尿总量来搅 这个结果 再就是随性的指控呢 要有那个 就是一个限定 这我给大家分享了 就是我们随性的这个仪器的指控 哈 我们要 要有一致的结果 我们要知道 有一条红线 超出这个红线的样本 不能超过30% 或者百分之多少 实验室自己定 这就是我们样品前处理的随性的QC 这是上机分析仪器的QC 这个我们都是有相关的 这个随性的QC的来看的 如果说前处理仪器分 我们能知道啊 仪器分析出问题了 还是样品前处理出问题了 尽管是组学的研究 但是我觉得呢 要想常年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最终发现有价值的生物标 之后来开发这种诊断的试剂 试剂盒的话 我觉得这个工作是要做到很细致才可以 那么下面我快速的分享两个例子 一个是中草作用机制的研究 还有一个是 疾病相关生物标注物的研究 这个呢是我们课题组啊 就是研究这个灯展世脉 也有六七年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灯展世脉呢 进行它的大鼠的这个 血浆和脑组织啊 这其实是个脑缺血 慢性脑缺血的一个模型的大鼠 然后模型组和给药组呢 都进行了一个血浆和脑组织的 这个样本的一个组学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模型组和这个甲手术组 一个模型组 不管是血浆和脑 区分的很好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模型组是成功的 同时的生化指标 行为学指标都证明模型是成功的 这个呢就是 那个模型组和给药组 登展生脉 它的那个血浆和脑组织 我们发现的急性的这种 那个小分子的肝油脂 肝油磷脂脚脂脂脂脂脂脂脂酸酸 它的这种差异的代谢物 那么血浆当中有189个 然后脑组当中有136个 那么这种潜在代谢物的 这个筛选呢 我们其实是用要求的VIP值大于1 然后Jack9值不等于0 PQ值要大于0.58 同时呢 就是这个给药组和模型组比的话呢 这些差异代谢物的替检验 要P值要小于0.05 不满足这些条件 我们不把它作为潜在生物物标注 只有满足了这四个标准 才作为潜在生物标注 那我们把这些潜在的生物标注 覆盖在各种代谢通路上 然后我们发现呢 其实这个脉性脑缺血之后 登岚生脉可以调控的这个通路 还是非常的多的 包括这个股安心胺和这个股安酸和Gaba 这个特别是和神经损伤相关的 这个通路相关 也和这种肉碱呀 基酸呀 那个代谢 条灵密定的代谢都是相关的 所以呢 就是它通路比较广泛 但是呢 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神经损伤性的 因为这个登岚生脉在临床上 它已经是具有最高级别 行政医学呢 用于这个脑子缺血育后的一个 就是神经损伤的一个治疗 而且它是得到了这个 行政医学的这个数据支撑的 所以我们关注这个通路 同时其实我们也做了蛋白组学 那么蛋白组学发现的几个就是差异的蛋白 包括这个CCK SNT 还有这个小新蛋白 还有JP43 那它都是和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股安酸和Gaba 股安酸能神经 呃 元的这些那个通路是相关的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细胞实验上呢 进行这个登岚生脉的一些有效成分的一个评价 那么在细胞实验上就发现了 呃 好多个化合物吧 就是一个登岚生脉当中的活性成分 它是能够调节这个Gaba的这个 能够调节Gaba的能够使Gaba升高 能够使这个股安酸降低 因为Gaba是一个好的这个 呃那个神经地质 而股安酸是一个有毒的神经地质 那这些成分是可以调节Gaba的 让Gaba升高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调节股安酸 股安酸的代谢是吧 使得股安酸的这个水平呢 降低 那么它一降低 它的神经毒性就会降低 那么神经水上就会减少 第二个例子就是 我们和幼安院 呃研究了一个肝病 患者血浆的一个指数学 那这些呢 都是医院给我们的指标了 这些都是这个饼肝 肝病 就是饼肝患者的一些 最基本的临床的指标 那么通过这个就是研究之后呢 我发现呢 就是呃 低风度的这个指质 有12个翘指呢 是显著 那个降低11个翘指 是显著升高的 这和健康受试者比 那么这个黑的呢 是健康受试者 呃 然后这个红的是 就是分 不同期啊 就那个饼肝的这个严重程度 然后呢 这个01期的 蓝的是02期的 然后这个红的呢 呃 发粉的呢 是那个第四期的 所以呢 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个 低风度的指质呢 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哈 和健康组相比的话 那个发现12个 这个翘指是 显著降低11个呢 显著升高 那么高风度的指质呢 有41个呢 是显著降低 有6个呢 是呃 那个显著升高的 那么就是按照不同期的进行这个统计分析呢 就发现随着这个疾病进展 这个指质变化还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 这指质的变化呢 有可能来 去不用肝穿了 有可能直接 就是用这些指质就可以判断 它到底是这个 饼肝是在 在第一个阶段 还是在第二个阶段 还是到了更严重的 第四个阶段 那 其中就发现了五个指质化合物 然后包括两个 三个是那个 唐极化的一个神经西安 和两个PC呢 在轻度和重动的肝内炎症之间呢 有显著性的差异 肝内炎症的级别呢 原来呢 都是需要肝穿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这些标志物 那个 值得就是深入的研究啊 是不是非肝穿就可以判断这个 呃 比型肝炎的严重的这个程度 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些也都申请了专利 最后我总结一下哈 就是我们采用这个 就是 呃 色谱 高分面质谱 呃 和那个就是 色谱串联的这种三双四一盖的质谱 建立了从非把象到把象代谢组约分析的 这些技术 那么适合不同的样本 随着数据库的更新呢 也可以动态的再重新分析这些样本 然后覆盖 更多的这些代谢物的种类 依据哈佛色谱植谱的特征呢 呃 我们可以建立这种数学模型哈 然后更进一步的呢 就是呃 把这些代谢物呢 进行更准确的这个鉴定吧 然后建立那个实验室内部的这种数据库 随形标准许员和指控样本呢 分析是必然的 呃 能够保证这个代谢组约分析结果的准确可靠 也能够保证症哈 就是我们长周期内 分批样本的准确 结果的这个可利用性 呃 另外呢 就是开展了相关的应用研究吧 举了几个给大家 例子给 那两个例子给大家 那其实代谢组约这块呢 我觉得可为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呃 更好的特性的样米前处理 依然需要 呃 基于这个直谱的组约的这个分析新技术 对吧 更加快速 然后呢 鉴定那个代谢物更那个可靠 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这种新方法的 再就是像纸质航双件位置很多 如何区分这些易构体 如何确定这些双件易构的位置也很重要 因为可能就跟疾病密切相关 再就是呆细胞代谢组约 方性未安 还需要更多的这种新的技术 呃 和那个数据的这个挖掘的那个 技术吧 再就是基于稳定的同位素的代谢流 是吧 也是很重要的 是一个后代谢组研究的有利手段 整合其他组学的这种代谢组学研究 也十分的必要 啊 我们科技组呢 就是从开展代谢组学以来吧 然后也是发表了系列的这些 呃 分析方法的文章 在这个 就是咱们分析方面比较好的 Top 1的这些杂志上 Unlimited Chemistry啊 还有那个就是 呃 另外的应用的文章 也发表在了一些 呃 就是 转化应用的一些杂志上吧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查这些文章 啊 非常感谢我们实验室 声宁博士 启风博士 铁菜博士 王哲博士 胡婷博士呢 呃 做了我今天讲的这些工作 然后也感谢中大校创制专项 还有863计划 还有我申请到的资客基金的支持 使我们呃 开展的这些工作 呃 大家呢 有问题呢 还可以跟我联系 这是我的邮箱 呃 非常感谢大家